境界法师 霍业未断由劈器 经语则化器前功 我过去曾经跟几位藏传佛教的法师 讨论过这个转世的问题 有的法师到西藏去 他说 西藏当然 他是求转世了 他说在转世当中 他有一点疑惑 就是有些转世前 他前世的资量 福德 智慧 乃至于在止观的正量 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转世后 他也是经过大善知识的认证 他今生就很平常 很多啊 很多大修行人 他转世了以后 他就很平常 这个隔音之谜 也是力量很大 这个死魔 他容易去障碍 你前生的明了性 所以 偶一大师他说 霍业未断由劈器 经语则化器前功 我们这些资量位的菩萨 在烦恼当中 要提起一份的界定会 可不容易 点点滴滴 戒慎恐惧 不敢放异 但是呢 这样的力量 就像一个胚气 就是还没有用火烧过的那个泥土 下一场雨以后 又恢复成泥土的相貌 前功尽弃 这一场雨就是死亡 死亡到来的时候 把你今生栽培的界定会 全部破坏了 当然破坏的 是你的现行 种子是在的 所以这个地方 寿命长远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极乐世界者 醒梦者也 他提供你一个随顺于福道的因缘 这个地方偶一大师从因缘观 来破除主要是中观的学者 这个中观的学者修空观 跟为时与天台宗修空观 是有点不一样 中观的学者修空观 他是说因缘所生法 我说及是空 中观的学者是这样讲 说只要假借因缘所生的法 这些都是应该空掉的 因为他的自信都是毕竟空 不管这个是杂染的因缘 还是清净的因缘 但是这样子的人 要相信净土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中观的学者 相信净土的比较少 那为时跟天台宗修空观世说 遍际本空 依他如幻 说是空是破你的遍际值 你心中明言所安利的这些执着 这个应该空掉 但是依他起得如梦如幻 应该要肯定的 依他如幻就是 这个生命当中有杂染的因缘 有清净的因缘 你还得要抉择 这一部分是不能空掉的 所以说为时修空 我们上学期在为时三世诵讲过 为时修无分别致 事关遍际本空 依他如幻 就是如幻有 不能空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什么因缘是随顺于生死 什么因缘是随顺于涅槃的 这一部分是如梦如幻的 要保存下来 但是要空掉 是你明言所安利的一切法 你自己的虚妄分别 这一部分要空掉 所以我们修净土这一部分要注意 中观的空是说因缘所生法 我说及是空 为时学的空是明言所安利的一切法 是毕竟空 但是依他其的法要保存下来 有所否定 有所肯定 所以为时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说依对待而论 娑婆活祭 天梦者也 求生净土 行梦者也 不可不求生也 所以依他其 有转凡成圣的功能 这是第一个 依绝待而论 或业敢于三界 噩梦也 念佛生于净土 好梦也 亦不可不求生也 依着离苦得乐的因缘来说 这件事情不能空掉 要空掉的 是我们对诸法的遍迹值而已 所以这一点 偶依大师对于偏空的学者 他提醒他们 虽然是梦幻泡影 但是这个梦幻泡影还有一些差别 有苦乐的差别 有这个繁盛的差别 这点 我们还得要做一个抉择